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做國道重機檢核 那我們今天所在的位置是 你會看到後面是電幅梯 這邊是捷運景安站 那為什麼要來捷運景安站呢 因為我們畫面往後轉就可以看到 才64線 我們還有一個腳架 附著在這邊 在路車流 我們先介紹這位是我們那個 機車路權友善的台北市議員李明顯的助理 是的 嗨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交通部跟高工局他們做了所謂的 國道重機檢核標準的 重手機是什麼 重機沒辦法上高速公路 所以他們做的檢核標準的路段是什麼 國三甲 台64線 台74線 台88線 這四條 但是這四條路裡面呢 唯一能夠第一手拿到車流量資料 就是這條台64線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在捷運站上面 就直接拍攝車流狀況 因為其實他們的檢核標準 直接拿那個馬路上面不是有監視器嗎 對 他們直接截取監視器 比方說我可能要什麼 現在是12月嘛 我們可能要12月的某一個時段 比方說12月的早上10點 然後可能就隨便截取個3個小時或4個小時 然後就說這個東西可以代表一整個月的狀況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我們在這邊架設相機 在這邊拍攝車流狀況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的話呢 抱歉我們的高工局跟交通部呢 他們來做的國道檢核就是一樣的蝦 對 在11月底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重機騎士 他們跑去交通部前面抗議嗎 然後當時王國財呢 他就說 包括秩序 還包括一些行為 目前還沒有達到我們的標準 但是我覺得最離奇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說呢 重機不守交通規則 然後呢行車秩序非常的糟糕 但是呢 我們可以發現 重機騎士呢 在這些什麼台六四 台七四 台八八 還有國道三甲 死亡數字是掛蛋的 受傷的車禍呢 也幾乎是零 沒錯 那不就代表說他的所謂的什麼 行為秩序 以及他的違規秩序 這個標準算出來 就一定是有問題嗎 是啊 如果你這兩樣東西沒有問題的話 怎麼可能你最後算出來的死亡跟車禍 數據幾乎都是掛蛋的 沒錯 對不對 同時呢我們也要講 所謂的違規標準呢 他們算的是什麼 百萬延車公里嗎 這 你覺得百萬延車公里合理吧 這個 蠻奇怪的 百萬延車公里啦 嚴格來講 他確實是有他學理上的依據沒有錯 但是這個東西呢 我們仔細去想會發現他非常不合理 因為百萬延車公里要算的話 他必須要知道 車實際的車流量 以及實際的車流 他到底行駛的多容 但是我們只有國道三甲上面 有那個ETC 可以去檢視車流嗎 沒錯 台六是台七是台八八 這三條道路 他都要檢視車流 會不會是CCCV 對他們用接觸器 沒錯 他們真的用接觸器 所以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不是要繳那個氣燃費嗎 氣燃費呢 他正確地講他是道路使用費 對 就是我一台車開了幾公里 那我都要收多少錢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氣燃費呢 是用所謂的排氣量做計算 這就奇怪 一樣 他們是用推估的 他們推估出來呢 比方說什麼 兩千CC的車子呢 他可能一年會行駛多少公里 所以說我就推估兩千CC的車子 全部都繳同樣的費用 一千六百CC的車子 全部都繳一樣的費用 對 然後我推估三千CC的車 他可能會開比較長的距離 所以三千CC的車呢 要繳比較多的費用 對 那你就可以去想嘛 所謂的百萬岩車公里 就跟我們平常每年繳的氣燃費 是一樣的 他就是一個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數字 到底從哪邊來的一個東西 然後你繳了之後你就覺得有點會多啊 為什麼我要繳這個 對 那你的計算標準是怎麼 為什麼三千CC的車子 繳了錢就要比兩千CC的車還要多 你三千CC的車真的開了比兩千CC的車 歷程還要多嗎 這 我們來看那個行為秩序指標裡面 它到底有哪幾項呢 它裡面寫說呢 有什麼 行進時未保持安全距離 這很合理嘛對不對 然後未保持安全距離變換車道 道間任意穿輸就是鑽車縫啊 然後還有同車道並駛 其實也幾乎跟鑽車縫是差不多的意思嘛 還有違規使用路線 其實這個不管你開車還是騎車 都是不要用路線嘛 對的確 還有沿車道線行駛 就是你最好是要走在車道的中間 然後跨越超大線 這也是必要的 以及跨越雙百時線 這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發現說上面的這些行為指標 確實都算是合理的 對 為什麼會發生所謂的行為指標 幾乎都是遠高於小客車 對啦 那最後呢 安全指標算出來 就幾乎都遠低於小客車 沒錯 這個不是很荒謬嗎 所以說呢 當中的Mega呢 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等一下就去看那個影像 我們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沒錯 你覺得後面那台貨車 它有沒有符合那個行為指標 按照他們的標準的話 他們新聞稿上面寫的標準是說 那台貨車 它是有符合檢核標準的 因為它上面寫說 只要車距超過10公尺 就符合標準 蛤 那個休息站上面 裡面不是肉皮的嗎 車距是你說 車速除以2 沒錯 對啊 那我要拿計算機 對 那我們假設拿那個 最寬鬆的標準好了 台六四 現在車流速度 絕對超過40公里嘛 那除以2 那不是代表它的車距 至少超過20公尺嗎 基本上10 對啊 那剛才貨車沒有超過20嘛 那結果他們的檢核標準說 什麼 要超過10公尺就可以算 對 色 色 你覺得這種檢核出來的那種車距是有意義的嗎 我覺得 根本不能拿來當標準 對啊 它上面那個檢核標準 它上面說 塞車的時候就可以不用管那個10公尺的問題 問題是塞車的時候 沒有保持10公尺也很危險 對啊 因為通常低於20公尺我們就算是塞車了吧 像現在根本全部黏在一起 對 黏在一起 我們來一一數 一一數有幾台車是超過20公尺的 對 找到上來不要看啦 找到上來這個就不要理他 這個應該內外線現在都有30公尺 喔 像現在這個狀態啊 內外線只有外線這個叫做 結果外線跟艾奈的動機算是沒有補合檢核標準 對 因為它的距離大概10公尺 但是你剛剛看內線那個20公尺 它也說那個叫做補合 補合檢核標準 嗯 但那個根本就不補合我們一般行車的 行車距離啊 行車的車距啊 啊這三台也20公尺不到啊 對啊 啊結果它們全部都補合標準啊 嗯 我們在捷運檢核站這邊呢 我們這個錄影的時間呢 長達接近一個小時 所以說呢 在影片的最後的結尾的時候 我們會把石標呢 算給大家看 對 沒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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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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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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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